给客户伸到一个厚的毛巾 然后照好把这个罩子放到客户的操作处理上 然后我们查好电源 现在这里有个电源开放 打开电源开放 打开电源开放 打开电源开放以后 常按这个ON OFF 这个开几下 然后开机 开机 然后我们进入组织面 我们点这个治疗这里 然后这里是治疗时间30分钟 现在默认功率是120 然后功率大小调节 我们点一下功率这里 在这里直接可以调节 然后调到最大200 然后点Enter进入或者是退出这个 这个是退出之后 进入点进入就开始治疗 这下面这两个键 跟上面这屏幕的屏幕的屏幕的这样的 是一样的 然后点进入 进入以后 然后按开始 开始以后 现在这里是自动一个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 现在这个吨敏 这个主看 它自己在调节 这个每个操作 每个客户的那个主看是不一样的 然后现在功率是200 对应的是8% 它实际功率 这个是一个实际的输出功率 这个是治疗时间 上面这个是一个电压 然后等它主看调节 完毕以后 它这里会呈现一个直向的 就直接直向走过去 然后我们如果点这个退出的话 它就会退出主界面 或者点这个也是退出主界面 我们点这个 它就退出主界面 然后你再点进去 再按开始 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自动模式 如果你用手动的话 你点一下这里 手动你就可以用这个 扭来调节这个主看 一般我们都是用这个自动的 自动模式 你需要用这个自动模式 你不需要用这个自动模式 我们可以用这个自动模式 直向走 后面这里还有一个那个急停开关的线 如果我现在拉一下这个急停开关 那这个界面就会跳回主界面 拉一下 就跳回主界面 然后跳回主界面现在如果你要进入的话 是进不进不去的 再拉一下 然后才点得进去了 然后要重新开始 谢谢大家